我們總是求神問卜 求各路財神 買進各種的開運商品 你就還是發現你很倒楣 可是別人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他運就很好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黃大老闆 目前已經可以算是華人受賦了 他的傳奇故事 鼓動了非常非常多台灣人 那當然不可否認 他很小就出國了 他幾乎都不是在台灣受教育的 很多這樣子的人 當他成功之後呢 他會以他是美國人自居 但是黃老闆特別的是啊 在成功以後呢 口口聲聲的啊 不忘自己是台灣人 雖然他五歲就不在台灣 可是他還是會覺得說 台灣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文化 給了他的養分 讓他可以變成現在 這個舉世注目 然後勢必可以看得出來的 絕對是影響接下來一整個世代的風雲人物 你會發現你身邊會有一些人啊 不管他也許是事業做很大 或者也許他總是 戀愛就會碰到好男人會很疼他 他不見得比你漂亮 可是呢 他的男朋友就是對他非常好 那個你擔心你的男人 晚上不回家的啦 錢不拿回來的啦 會家暴你的啦 或者外面很多小三的啦 這種男人啊 通常都不會出現在 某一類型的女生身邊 有類型的女生 他的運就是特別好 每個男人都是照顧他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你身邊可能會有一個人 他也許學歷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所有職場的老闆都照顧他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總是求神問卜 求各路財神 買進各種的開運商品 你就還是發現你很倒楣 可是別人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他運就很好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你一定會想要知道說 是不是你的命盤不對 我們也常碰到學成這樣 老師我是命盤特別倒楣 還是必須要這樣 我們在拿到盤的時候啊 不可否認 確實會有人極差極差的盤 那也會有人非常非常好 比如說黃老闆的盤 他的盤就非常非常的好 幾乎無缺陷的那種好 有煞星的地方會有抑制煞星的東西 該出現露存的露存 該出現畫圈的畫圈 那特別倒楣那些人呢 真的也是 那個該有破財就破財 碰到什麼奇怪的事情 就碰到什麼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這兩種都是很極端的 絕大多數的人命盤 其實是差不多的 問題只是說 誰能夠把自己活出一個好命的樣子 那這個當然也是我們在 不斷推草指揮斗樹的原因 就像去看醫生 你還不如平常就把自己保養好 去算命 還不如平常就把自己的命活好 就像我們常說的 指揮斗樹的起源啊 是佛教的七星嚴命經 這個嚴命的意思 其實不是延長壽命 而是讓你的生命變得更美好 所以命理學的重點是讓生命變得更美好 那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天生就有這樣的特質 他懂得讓自己活得更美好呢 以下有幾種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種 個性相對來講 比較與人為善的心妖 大家馬上可以理想到 天同心 天同心呢 基本上啊 除了跟巨門放在一起之外啊 他絕大多數的時候都與人為善 不跟人爭鬥 然後呢 我希望跟大家都很好 這種人呢 相對來說啊 他就會讓自己活得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對別人好 別人大部分也會對我好 除非他的運線走得特別的差 否則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他也會是比較運勢很好的那種 你會覺得 他好像不用做什麼 然後總是會碰到好事情 第二個呢 太陰星 太陰星相對太陽星來講 都是配陰星 斗數的三個配陰星 太陰太陽跟天良 通常啊 只有太陽星會相對累一點 因為太陽星什麼事情他要自己主導 太陰星也要自己主導 可是那個主導的力道跟力量 沒有那麼的強大 所以他也相對容易與人為善 只要他的對攻不要是天積星 同攻不要是天積星 那相對來講都還不錯 那天良星呢 天良星呢本來就是貴人星 他自己當人家的貴人 當然人家也會願意當他的貴人 所以呢天良星啊 往往只要不跟天積星同攻 不跟太陽星在對攻 通常他也都是啊 運還算順遂的人 再來什麼呢 貪狼星 貪狼星呢本來就是一個 與人向善 他的生命啊 會有各種各種的 對他生命而所期待的人 他會有各種各種慾望 那這樣子呢 通常也不容易跟人交惡 但只要呢他不要是跟紫薇同攻的 只要不是在紫薇在對攻的 通常他的運都還不錯 再來呢還有什麼呢 連真心 連真自己本身是一個 吃到很強大的心耀 所以也容易吸引別人來幫助他 所以因此呢 連真心呢也算是 通常都會讓人覺得說 他運還不錯的 連真心唯獨就是啊 他很怕碰到化劑跟煞星 所以如果連真化劑了 然後連真本身帶了煞星 尤其呢他如果是 這種連向同攻的 或者是連破對攻天向的 這幾組呢也都是比較容易 他會比較多的顛波 沒有人上的關係 那你會問說 老師那連真會怕煞星 那剛剛前面的幾顆怕不怕呢 剛剛前面幾顆啊 如果只有一顆煞星 其實還好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嘛 還是要看主星是什麼 他的天生這值就是這麼的 不計較不在乎 只有一顆煞星 對他來講影響不大 雖然他會有感覺 雖然他也不爽 雖然他也覺得情緒激動 可是一下他就過去了 你就想說 哇那講到這邊 可是都沒有講到我的心要耶 還有一類的人啊 他會覺得 一生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就比較是自我感覺的部分 我覺得我很好啊 幹嘛算命 啊算那個沒有用啊 我覺得我靠自己 啊 這種的我也覺得很棒 認識我久就知道說 我其實也不愛人家算命 如果說你覺得你自己過得好 那這樣子就好了 不用一定要來算命 或者一定要來看醫生 哪一類的人呢 太陽系的 欺煞的 破君的 紫威的 天府的 這些系列的人呢 他只要帶了四話 往往呢他都覺得自己過得其實還不錯 雖然 不可否認 這些人相對剛剛那一組 剛剛那一組是打從心眼 你真的覺得自己都好命 那現在這一組呢 是偶爾雖然有點抱怨 但是回過頭來他會覺得 沒關係我一切靠自己 他是某一種程度 他也會覺得他自己是很好命的 那剩下來的呢 剩下來那些啊 就往往呢就會是 會有比較多的煩憂啊 等等的 那最後 這一些 都不能夠加上 文昌文文曲 加上文曲太多的想法 太多的感性 加上文昌 有太多自己的規則 那你往往就覺得說 世界不能夠照你一直走 還有 不可以加上陀螺心 加上陀螺心 你會有比較多不知道該怎麼辦 怎麼處理的情緒 因此呢 這些東扣西扣下來呢 我們就知道說某一類的人呢 他為什麼一生他都會好運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他自己看得胎 最主要是因為他本來就願意幫助別人 所以別人也願意幫助他 有的時候我們在看到那種好命人的盤啊 這個就是一個取決的標準 我們知道說 這個人他一生應該是順遂的 因為人生中啊 只要不是生死就只是擦傷 因為預先這樣在泡 你不可能完完全全沒有傷害 絕對不可能完完全全的 都沒有碰到各種各種問題 一定會有 但是你能不能夠 抱持一個好心去度過他 那樣子才能夠是 真正是一個好命的人 否則賺債多少錢啊 都有各種各種痛苦 例如你可能已經是台灣名義上的首富 但是卻還想要爭權奪利 那當然就痛哭囉 好謝謝大家